同志是感的 Dare to love 反性傾向歧視條例討論多時 仍然未有定案 有同性戀者說 面對社會對同志的輿論 覺得很大壓力 在社會上 其實現今社會 尤其是 大家都是在一個很開明 很開明 很接受的態度 只不過是 社會有一些很小撮的 仇恨聲音 是放到很大的時候 在這個場面 是會變相 給到很大的壓力 其他人 壓力根本就是來自自己 其實一般父母來說 可以說在我們的年紀 不知怎樣去面對 現在這個年代 很多事情都沒有面對 但是在我們的年代 我們覺得不知怎樣去面對 那麼多朋友 那麼多親戚 那麼多同事 人家不知會怎樣看 但是當你自己一想通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放下自己的面子 其實什麼都不是問題 公開承認自己同志身份的藝人 黃耀明也說 對於政府遲遲 未就反性傾向歧視立法 感到失望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都會 原來是完全是負擔不起一條 這樣的反歧視性經驗的法例 是令我覺得很詫異 和覺得很羞恥 有議員就認為 同性戀者的伴侶在法律上不受認可 沒有辦法享受房屋 配偶面稅額這些福利 要求盡快立法保障同性戀者應有的權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